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财富、地位、名利 但是有的人生性就贪图一种稳定的生活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其实金钱名利也不过是一场虚无 还不如平凡幸福的日子来得真实 不少喜欢看八卦新闻的朋友 都一定会对大小S印象深刻 最近大S和前夫汪小菲闹得沸沸扬扬的 小S也曾经因为丈夫徐亚军出轨、暴打多次登上热搜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S家族还有一个大姐 比起大小S来说 这个大姐的存在感就很低了 不当明星 不嫁豪门 很少听到她的消息 出现镜头面前也是像个保姆一样 手里拿着一堆东西帮着妹妹照顾孩子 虽说大小S婚姻生活并不怎么样 但是终究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怎么这个大姐徐希贤就没有出头 还成了两个妹妹的保姆 她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大姐徐希贤的故事 1. 徐希贤从小胆小懦弱 作为徐家的第一个孩子 徐希贤还未出生就备受期待 但是一出生却发现是个女生 重男轻女的徐爸爸这边就很不高兴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 徐希贤从小就小心翼翼的 什么事都会听大人的 不敢有一点出格的行动 在学校的时候 说话声音小小的 别人欺负他 也不敢和老师说 只能一个人在晚上蒙起被子来偷偷地哭 那时候徐希贤的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孤岛上生活 他想要逃离他的父母 他的同学 徐希贤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又不爱说话 每次问他什么他也从来不说 所以没有人喜欢他 老师总说他是个闷葫芦 甚至老师看到有人欺负他 还拍手叫号 徐希贤痛苦的童年终于在妹妹大S的出现后有所改变 同样生活在一个家庭里 不知道为什么大S总是有和父亲叫板的勇气 在学校也是大姐大 就连老师也很喜欢他 在他的庇护下 徐希贤顺利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2. 徐希贤放弃进入娱乐圈机会 对于大S徐希贤是十分羡慕的 甚至是感恩的 他感觉妹妹的出现就是来救赎自己 所有对于妹妹的要求 他几乎有求必应 哪怕大S的朋友们都嘲笑徐希贤就是个大S的跟班和保姆 徐希贤也不在意了 他只要看着妹妹好 也就知足了 妹妹被星探看中 也是徐希贤逃课陪着妹妹去的 星探一看徐希贤长得也不错 而且如果以姐妹团的身份出道 或许更容易成功 妹妹本来也很支持姐姐 觉得说不定姐姐进了娱乐圈还能外向一点 可是姐姐却拒绝了这么好的机会 她说自己就算进去了 她不会来世 也发展不好的 还不如不要折腾 她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小S 所以才有了小S的今天 其实徐希贤真要进入了娱乐圈也未必不成 对于徐希贤来说 平凡安稳的生活才是她所追求的 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 她过不来 也不羡慕 3.徐希贤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徐希贤的种种所有都比不上大小S 但是她有一个爱她的老公 还有可爱的孩子 至少她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 她和丈夫都是那种比较内向的人 不争不抢 别人说什么也不是很生气 就硬着 哪怕结婚的时候 徐妈妈嫌弃她没有钱 用入赘来讽刺她 她也没有说些什么 只是表示 只要和徐希贤在一起怎么都行 妈妈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后来徐妈妈看着这个女婿没有什么心机 脾气好也就同意了 她也明白自己女儿不能找那种太厉害的 反而是要受苦的 没钱就没钱 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了 徐希贤确实选对了人 两人很少吵过架 感情一直很好 因为妹妹忙于工作 徐希贤常常帮她们照顾孩子 这点恩情汪小飞也统统记在心里 汪小飞骂遍徐家人 唯独没说她 可见不一般 大姐徐希贤跟大S坚强独立 小S活泼搞怪的性格不同 徐希贤虽然比大S还要大上个两岁 但她的胆子却非常小 还十分怕黑 小时候父母吵架的时候 大姐总是躲在一旁不出声 而大S总会冲上前 挡在母亲的身前和父亲理论 因此 在外人看来 大S比徐希贤更像是三姐妹中的大姐 但是 这个不爱热闹的大姐实际上是三姐妹中的演着担当 小S曾在节目上说过 大姐年轻的时候非常像钟楚红 大S也说 当时有很多星探想要挖大姐去当明星 S妈更是表示 徐希贤其实是三姐妹中最有气质的一个 其实 只要徐希贤想当明星 她就能跟着大小S一起组合出道 不过 个性低调内敛的徐希贤却对演艺圈没有半点兴趣 大小S曾说 大姐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世界上最平凡的人 最好大家都不认识她 因此 当大小S在演艺圈中大放异彩 成为吸金体的时候 徐希贤选择了平平淡淡的生活 她嫁给了一个非常普通的男人 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 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妈妈 还养了一只爱犬 只是 别看大姐 胆子小 性格内敛 实际上 她是一个非常护短的人 每次只要有人在她的面前说大小S的坏话 她总是会被气得要死 还经常因此和别人吵架 大S就曾在节目上爆料称 有一回有人到她们的服装店里买衣服 在得知这家店是她们俩姐妹开的之后 就说了句 这是ASOS的店 她们好散疤 结果大姐听到后 就跑回家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 一整天都非常生气 最后还满脸通红的和大小S说 她们好坏 一直讲你们坏话 无独有偶 小S也说 有一次大姐去早餐店买早餐的时候 老板刚好在看八卦杂志 而那期杂志的内容恰好就在讲小S的桃色绯闻 老板便碎嘴子地说道 我看小S本身的私生活就很不检点吧 大姐听到后立刻生气地说道 你又不认识她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她 除了一上户短的故事之外 大姐的身上还有很多的趣事 有一次 陈建州带着王力宏到徐家做客 结果那天 大姐刚好穿着一身连体睡衣 上面还插着从日本专门买回来的治头痛的铁丝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奇奇怪怪 然后 王力宏跟大姐打招呼的时候 大姐都没有看王力宏一眼 只是自顾自地看电视 都说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虽然姐妹间总是吐槽对方 但三姐妹的关系其实特别要好 大姐会经常在家里观看大小S两姐妹的节目 是她们的忠实粉丝 而大小S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筛出和大姐的合照 带着大姐到处逛街和游玩 在大小S生完孩子之后 大姐会时常抽空去她们家中帮忙带孩子 并分享自己带孩子的经验 要知道 大小S嫁的都是豪门 家中自然少不了保姆 但是大姐就是觉得自己带孩子才放心 十足的操心姐姐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大姐长得越来越路人 过得生活也非常普通 和大小S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但其实当明星嫁给有钱人的生活 徐希贤一点都不羡慕 自大小S进入演艺圈之后 就时时刻刻活在聚光灯之下 她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媒体的关注 长胖了 谈恋爱了 都会成为大众平头论足的对象 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私人空间 而且嫁入豪门也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幸福美好 豪门虽然看上去光鲜亮丽 但是想要立足其中 必然要付出很多 况且她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虚荣心 她只想要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好了 而大小S也一直在维护着姐姐的这份小小心愿 所以 每当S家出现各种新闻的时候 大姐总是能在其中成功隐身 不被牵扯其中 这也难怪 大S曾说 大姐的个性就像个14岁的少女一样 能够拥有这样的两个妹妹以及一家人的宠爱 这大概就是大姐最爱的平凡生活了吧 谁说平平淡淡就不是幸福呢 我们下期节目看